广告过后欢迎大家回到明目张胆 那么今天我们请来两位嘉宾跟大家讨论一下 拜登的新政到底有什么实际的内容 作为一个美国总统 他的政策肯定会影响到生活在美国的每一个人 包括我们华裔美国人 那么拜登现在上台一个多月了 拜登在这个上台之前有很多竞选承诺 上台之后这些承诺怎么样呢 拜登的内外政策到底会给美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今天我们请来两位来宾 一位是亚美会计研究发展基金会的执行长叶金林 Kevin欢迎你 主持人好 东森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老朋友了 FLA的资深副总裁李明鸿 美鸿兄欢迎你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好 好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 拜登上台这一个多月 拜登的内外政策 到底让我们看到 拜登将会带领美国走向哪里 在前几期节目里边呢 修杰对拜登个人有这样一个判断 说拜登的政策未来 我的预测是前后矛盾左右摇摆昏庸无能 我们有一些观众觉得 你这样讲是不是言之太早了 应该给拜登多一点时间 我说对 应该给拜登一年的时间 来看看拜登的内外政策 到底让我们生活在美国的每一个人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经济 我们的就业 我们的财富 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但是呢 我从目前拜登的政策来看 我觉得我说他前后矛盾左右摇摆昏庸无能 好像越来越得到了验证 那么我们先来看看 拜登的对内政策 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呢 当然这里面讲到 现在正在国会参议院 准备过关的1.9兆的 这个所谓纾困法案 讲到这个纾困法案 跟大家回顾一下 川普在任的时候通过了一个纾困法案 2.2兆美元 当时我们每个人都拿到了一笔纾困金 然后中小企业拿到了PPP等等 反正这个纾困法案呢 是希望美国能够从疫情当中 从政经济 后来第二次纾困法案呢 共和党跟民主党发生了非常大的矛盾 这里边有个问题就是 民主党提的叫一个叫英雄法案 民主党说我们在这个抗议过程当中 有很多消防员啊 医生啊 这些前线共同员 他们是英雄 我们要多补贴点钱给他们 所以呢 我们要花三兆美元 共和党说 你这三兆美元 真正有多少发给这些消防员医生呢 其实你更多的是拿来补贴那些民主党主政 而财政又出现缺口的州 比如说我们加州 比如说纽约州 所以共和党提出的治愈法案 总共1万亿1兆 最后两党达成一个妥协 临时发了大概是9000亿美元的一个纾困 好了 现在第三期纾困法案 总共是1.9兆 众议院已经过关了 参议院卡住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1.9兆的纾困法案当中 有一条联邦的最低薪资 要每小时调高到15美元 会计师想请问一下 联邦的过去的这个最低薪资啊 是个什么水平 现在调到每小时15美元 又是个什么概念 而这种调整方法 对美国的经济 对美国的企业 到底会有什么影响 好 主持人讲到这个最低薪资啊 其实呢 各州的薪资呢 不一定哦 这个跟联邦薪资是有个差距 目前的这个联邦最低薪资是7.25元 那一次把他跃升到15块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蛮大的一个 一个成本对所有的这个所谓的业主 尤其是中小型的业主 那很多人讲说 像加州已经是14块了 联邦涨到15块 这也没有什么好大的这个感觉 那事实上 应该这么 反过来这么讲 联邦在制定15块的时候 每个州它的这个成长的比例 可能也会做一个不同的一个成长或跃升 这个情形呢 对很多的业主 其实很多人可能看不到 真正的这个压力在哪里 如果对以科技业为主 或者所谓服务业为主 或甚至做全球性的 这叫做 Globalize这些企业来讲的话 这个15块啊 根本来讲 它所有付给员工的钱 早就远远超过15块了 尤其像科技业啊 或者是所谓的 这些线上的啦 或者是电商啊 或者甚至所谓的 这些脸书啦 media这些 所有各类产业 其实15块对来讲 根本不是它最主要的关键 但是不要忘了 如果对这个比较实施于 主要我们真的实体的制造业 或小型的中小企业 尤其在比较中细部的州 这些州它其实以前 只要配合所谓的7.25 现在你把它提升到15块 这个是不可承受之重 那这是不是会大大的伤害 美国所依赖的这些中小企业 所依赖的这些成本 大幅提升的时候 是不是逼他们放弃这些的产能 那反过头来 对这些其实真正要磕税 征收税的这些对象 他们的成本 根本不是他们的考虑之一 所以我相信 这个15块一通过的时候 如果每个州又群起效仿 慢慢调各州的最低薪资税 因为我们最大另外一个问题是 联邦跟州又是不同掉 州的速度可能会比联邦调整的 这个最低薪资 又更高的时候 我相信会造成很多的企业 无法存活或甚至千里 甚至搬出 甚至这个企业 基本上很多的产业在美国 可能会日趋变成是 所谓的夕阳产业 所以这个是很大一个担忧 我们讲到这个联邦最低薪资调整到每小时15块 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个数字 过去联邦的最低薪资每小时是7.25美元 那么加州在这种情况下 加州的最低薪资早就已经超过了12 现在据说要到某一个时段要上升到14甚至15 换句话来说 加州每小时的最低薪资本来就比联邦要高 现在联邦已经到了15块钱每小时的话 加州未来呢 20 25还是35 这都是有可能的事情 好了问题来了 作为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打工仔 本来我每小时是7.25美元 那么这个薪资比较低 现在突然变成15美元 你好高兴对不对 但是可能直接的后果是 老板告诉你说我们企业倒闭了 你连了7.25美元的工作也失去了 那么这种所谓的提高最低薪资 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是帮助了工薪阶层 而实际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美工兄怎么看 是我们知道在这个 不是官方统计的数字来说 如果联邦把这个最低薪资提高到15元一个小时的话 在整个美国呢 可能可以帮助100万以上的 这个低薪阶层的人脱离贫困 这个数字非常的好听 但是背后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至少140万到150万的工作 将流失 因为这些企业中小企业或者是一些比较利润微薄的企业 没有办法支撑 那么他们将离开这个市场 那这样子造成了更多人的失业 能够让这些低薪阶层脱贫吗 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在就我们加州的情况来讲 矽谷本身就是一个高科技的产地 他的薪水薪资水平也是相当高 当然我们知道加州和纽约的薪资一直领先全美国 那么矽谷目前呢 也造成了一大堆企业的迁移潮 主要的目的当然不只是为了这个最低薪资 还有加州的企业税 让整个加州的商业环境造成了一种反商的情绪 我们知道惠普这个电脑公司 在十几年前合并了康百克 在德州的一个很大的电脑公司 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这个PC制造厂 那么今年惠普宣布 要将关闭加州矽谷的办公室 要全部转移到德州去 这就很明显的告诉我们 在整个加州的经营环境上面 已经恶劣到一级的大型产业都将要迁移 而这个马斯克也把他的这个SpaceX 跟这个汽车Tesla要转移到总部到德州去 那么这一再的显示 整个企业的环境 不论疫情前还是疫情后 在整个加税加最低薪资 各种情绪上的对整个劳资的对立 造成了整个企业经营的困难 这种条件下实在对我们整个美国未来的 这个企业发展不是一个好现象 再就整个纾困金的这个数额来看 大家都说这是债局子孙 将来为整个子孙还债 让美国整个生活的环境恶化 但是我们目前看到 当然纾困对我们整个经济的恢复非常重要 那么大家都拿当时欧巴马在这个金融危机的时候 他的纾困规模不够大 以至于这十几年来美国的经济一直处于低迷 甚至没有办法达到通膨的标准来作为借口 认为这一次的纾困是非常必要 而且甚至规模要越大越好 而叶伦财政部长也支持这样的说法 但是整个纾困的内容 是不是完全针对经济的复苏 还是对于民主党经营的各州财政缺口的补贴 那么这个内容是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 那么这几天看到参议院对纾困案的讨论 我们一一的可以细看他的内容是否合理 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民主党共和党 或者拜登跟川普的这个经济政策 我们可以做个对比 过去这个左办媒体批评川普说 川普要保护大企业主 其实川普保护的是企业主 大小企业中小企业 川普通通都会保护 保护干什么呢 因为川普认为有这些企业的生存 就会产生很多就业的岗位 让美国普通民众得到就业机会 那么就可以通过就业来脱贫 而拜登说呢 其实这些企业主啊 赚的钱不合理 所以我们要对他进行这个约束 约束什么呢 要给他加税 然后呢 加税之后用联邦政府的钱 去补贴一些这个收入比较贫困的阶层 这样呢就可以均贫富 这样就天下太平了 当这些中小企业因为税务问题 因为这个最低薪资问题 最终倒闭的时候 企业主会走向哪里 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企业主会到国外去 企业主把企业搬到国外 就令到这个国家的就业 这个机会就少了 那么再有一个企业主本身 比如说一些中小微企业 因为企业倒闭 企业主本身就变成了一个工薪阶层 这个工薪阶层 又因为找不到工作 又变成了吃福利的阶层 所以这是民主党共和党 拜登跟川普 两个不同的经济政策 好了我们说现在最低薪资提高了 令到很多中小微企业 出现了这个精英困难 倒闭也令到很多制造业在美国 因为成本太高被迫搬离美国 比如说最近这个台湾的台积电 要在亚利桑那州设厂 现在有媒体报道说 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设厂 它所生产的晶片的成本 等于台湾的成本多少呢 足足有六倍之多 那么像这样的话 有哪个企业能够承受高于六倍的这个成本 把最低薪资调高到每小时15美元 令到很多中部的中小企业组 他们的人事负担 从原来的7.25一下子跳到 这个15美元等于上升了100% 好了拜登现在说 如果中小企业大量倒闭了 就业岗位消失了怎么办呢 民主党有好办法 最近民主党有一位国会议员 华伦提出了一个新的收税的方案 就是他跟这个桑德斯 一向鼓吹的所谓富人税 富人税什么概念呢 就是如果你在美国你的资产超过5000万美元的话 每年的这个富人税2% 那么这个富人税2% 到底会对这些所谓的富裕阶层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会计师告诉我们这个每年 如果真是对这个5000万资产的人 征收2%的这个富豪税的话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在看到这个所谓的富豪税的时候 心里是说他要刻正所谓的财富税 就是说因为我们已经有很高的所谓的所得税 然后再加上这所谓以后想说这个财富呢 生前还要刻财富税 死后还要再刻一个遗产税 所以说层层剥削 是不是看起来很有这个所谓的财富正义 但是呢是不是有变相的是 把一些有钱人推向到这个美国境外 但是他还是有可能赚得到美国境内的钱 所以说每一件事情都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我们再看 其实加州也不断在提升税 我们就只要讲加州这个状况 加州已经在计划说提出法案说 把这个最高13.3提升3.5到16.8 所得税提高3.5 他也有一个富豪税 也正在这个叫 一个法案也正在准备要通过的 是3000万以上0.4% 那如果再加上联邦现在推动是5000万 假设是一个5000万的人 他又是加州居民的时候 基本上他就有可能富豪税 就是2%再加上0.4就2.4 所以说缴了很多的这个所得税 我们算过如果加上拜登再加税的话 基本上就可能高达66%的所得税 再加上这个遗产税的时候是45% 再加上没有stead basis 再加上我们再讲说 活的时候每一年 你就算不是任何的其他生产 你靠着你这么多的资产 每年还可以科联邦加州政府2.4% 是不是一件耳手称坏的事 但是不要忘了 这个人是有脚的 政府是有钱去科真的时候 尽管你说我增加国税局的预算1000亿 然后对你这些离境放弃美国国籍的 科40%的所谓的契级税 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们从加州的移转 全世界现在在疫情的情况下 其实这个分工越来越明显 那加州的企业已经在提早在布局说 很多企业从加州移到所谓的德州 像这个德州没有周税 是不是一个很大的警讯 那假设我们现在对德州这些有钱人 因为你没有周税 但是我联邦层层苛扣下来 再加你所谓更高的遗产税 更高的所...没有所得税 只有联邦的所得税 更高的所谓财富税 其实对我们来讲 会计师是每年都要做很多事情 叫做资产评估 因为我要算你有没有超过5000万 然后帮你算的时候再计算你有多少税 所以对我们来讲 看起来是不是一件好事 我们心里是担忧的 因为这个所谓的环境 用税负来达到税负争议的时候 你有没有办法把这些有钱人 真心的留在美国 而不是让他真正的最后逃离到美国 还是继续赚美国的钱 而且现在还有一件事情是 越来越多在疫情之下 很多人都是Wall from home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一个叫做Wall from anywhere 你住在世界任何一个角度 都可能可以替美国的企业做生意 美国提高的所谓 刚才讲到15块 他搞不好都不需要所谓15块的考量 他把一些分工分到所有世界各个每个地方 靠着越来越精进的AI 再加上云端的技术 再加上各项的资源整合 他还是可以变相把分工的工作 从美国人的手中拿出去分配到世界上有才能的人 所以基本上我所关心的是说 我们在看股市 还是居高不下 很多人在这次报税的时候 州政府最大的收入 并不是在薪资税 最大的收入居然是在资本利得税 这其实变相是说 原来炒股比认真工作更值得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封艺术 我们要很注意说 全世界的所有的globalized的情形 美国怎么去因应 智慧才的产生 还有所有我们的生活必需品 是不是会越来越依赖外面 我们有没有一个体制可以保护 这个所谓的美国真正的所谓的资料 美国所需要的日常生活品 或者变成是战略用品 这些很多东西我们都要成人去考量 还有所有的人的脚因为税负 把你赶移到离开加州 或者是从美国境内赶移到离开美国 这些其实都要一个配套措施 而不是一味的说 我们今天大量的去补贴很多事情 事实上我们却把最基本的 把这些有钱人留在这里 制造他们更高的税负的效果 不是磕他们税 而是让他们创造工作机会 不是磕他的税 我觉得天平一定要去好好的计算一下 而不是把所有的额毛拔到最后 连把有钱人都赶移到美国境外 这其实是不知之举 这里面有个非常大的问题 这个所谓的富豪税 就是当我拥有5000万 假如我有5000万资产的话 我每年要向联邦 要向州政府交一比较富豪税 那么从目前来看 好像联邦加地方政府加起来是2.4 但是大家不要以为 能够增你2.4的富豪税 也有可能增你8的富豪税 或者是12%的富豪税 只要政府想增就可以增 但是问题是我这个资产 如果是个固定资产不动的话 换句话来说 我每年都要为我这笔资产 要向政府缴2.4%的资产税 这样等于说 我这笔资产每年都在缩水 那么如果我这笔资产 发生了这个生意上来往 增加利润怎么办呢 那个利得税更加高 好了问题来了 当增税增5000万以上的富豪 已经不能够满足民主党政府 发放福利 或者他的这个行政开支的时候 如果能够增5000万的富豪税 为什么不能够增500万的富豪税 为什么不能够增50万的富豪税 为什么不能增5万的富豪税 当社会的这个开支缺口 越来越大的时候 可能今天是5000万的标准是富豪 明天可能是500万的标准是富豪 在后天可能变成50万的标准是富豪 因为我经常在节目里面讲 民主党共和党的经济政策 有两个最大的区别 川普注重的是 我们这个国家 我们这个社会 要如何才能创造新的财富 而民主党说的是 我不管如何创造新的财富 我管的是 现在财富如何更加公平的分配 所以这两个经济政策 未来会给美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虽然说现在华伦是民主党内的激进派 他提出的所谓的富豪税 拜登政府能够拒绝吗 民主党怎么看 是 主持人讲得非常好 其实目前美国最大的问题就是 如何创造财富 而不是去向富人或者是向有钱人 有钱的企业征税 这个不能解决美国的根本问题 那么我们知道今天 当然拜登顺利的当选 他目前一再的被这些激进派 民主党的这些议员 还有他的支持者要求兑现竞选承诺 包括最低工资也是属于他当时的竞选承诺 那么目前很可能为了这个纾困案 必须在参议院把最低工资的诉求要剥离 那么当然他的支持者皆会挑战他 是否要兑现竞选承诺的这样子的一个挑战 那么我们也就可以认定 将来不管这个最低工资是否通过 他会一再在这个议会被提出 而挑战这个拜登的执政 那么当然加税 是目前整个美国社会必然的趋势 不管是整个美国还是加州 他的财政缺口必须要用加税的方法来弥补 那么这个条件下 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社会的这个风气 和整个企业经营的这个气象是越来越差 那么整个美国目前真正最大的危机 还是是否能够充分就业 那么在整个刺激环境下呢 是不是过去的这个生意在疫情受影响之后 能够真正的恢复 还是在创造了另一种新的企业 来承接过去没有办法恢复的景气 那么这样子的条件下 纾困金额的发放 还有对企业的辅导 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今天这个辅助的方向不正确 那么将来整个社会的裁员 不能创造新的更多的裁员 来弥补我们过去举债和疫情造成的缺口 那么将来美国的社会将会贫穷化 而目前越是贫穷化 就越趋向社会主义的这种走向 那这样子不断的诉求加税 不断的向富人征税来劫富济贫 这样子的气象 对整个美国将来 是不是很多富人要迁移 或者是说很多低薪阶层失去工作 而没有办法恢复 这样子的长期循环下 对整个美国社会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境地 美容兄我再要请教你个问题 现在我们讲到这个加税 讲到这个州出现的财政困难 我们很奇怪 我们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德州 一个是加州 一个是纽约州 这两个州在美国都是经济大州 特别是我们加州 号称是全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如果我们独立的话 为什么恰恰是这两个美国最大经济规模的州 而恰恰这两个州会出现财困呢 是 我们知道加州一向都是以经济实力自傲 但是呢加州呢为了选举 事实上这几年来 一直不断的在向这个非法移民的这个集团体呢 尤其是拉丁裔的这些移民社会呢 不断的投放资源 那么这样子的效果 当然让民主党稳定的在每一次选举都能获胜 可是呢它也造成了很大的一个社会问题 也就是我们的财务呢 极大化的透支 那么为了要补贴这些财务呢 我们就不断的想要从企业 想要从个人的所得各方面来加税 来增加发行公债 那这样子的举债状况下呢 也就造成了这一次疫情之后呢 很可能造成加州政府的财政这个破产 那么这个状况下呢 当然纾困案里面呢 对纽约跟加州呢就有特别的补助要求 希望联邦能够给额外的资金来支持 那么我们知道整个疫情下呢 加州已经花了非常多的钱 而目前呢 这个加州又自己推出了一个 自己加州的纾困案 要给这个低于3万块钱收入的这个加州居民呢 不见得是美国合法的居民 但是是加州居民符合条件的每个人发放600元 那这样子的财政负担呢 也就造成了加州呢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 以至于企业对加州的未来非常的忧心 才产生了这个企业跟富人出走的这个潮流 那么所以现在加州出现了这个财困 我们也看到了纽约州的州长葛默 要找这个联邦要多给他150亿 连这个众议院的民主党人佩洛西都看不下去了 佩洛西说1.9兆的这个苏困案啊 你们总共已经拿到700亿 是全美国50个州拿到最多的 你还要再增加150亿 连佩洛西都看不下去了 所以今天我们看加州的这个内外 看美国的经济 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 越是民主党人主政的州 经济规模越大 他的财困越大 那么拜登讲到这个他的内外政策 在对内政策当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重点 除了加税啊除了这个纾困之外 还有一个非法移民政策 我想大家这两天都看到了 在我们南加州出现了一个这个交通事故 可以说是一个产货 一个SUV里面居然塞了25个人 那么有15个人已经在这个车商死亡了 现在州政府说啊 我们要调查一下 这里面跟这个人口贩卖有什么问题 其实啊 作为一个加州非法移民这么多的地方 一台SUV里面塞了25个人 并且在靠近这个美墨边境的地方 我们很高度的怀疑 这车里面装的就是偷渡到美国的一些非法移民 那么为什么这些非法移民 现在会这么热衷于来美国呢 很明显拜登的这个非法移民政策 鼓励了这非法移民在这个时候 抓紧司机进入美国 我想大家也了解 现在在美墨边境 有几万个来自中南美做所谓非法移民大篷车队 正在美墨边界停留 那么这些人在拜登所谓要对非法移民政策 特色的政策感召之下 很多人都希望来美国 拜登的非法移民政策将会给美国的经济 给美国的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Kevin怎么看拜登这个非法移民政策 令到美国的社会成本到底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其实美国向来是以移民的人才聚集 引以致好 我相信过去移民在美国的各项的帮助下 帮助了美国的政治 帮助美国经济或文化 因为多元文化所造就的多元财富 跟所有的这些包容性 是举世称赞的 这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这个说谓过于不及 其实都是要注意的是 现在移民政策过于宽松 尤其美国自己本身的政治经济 还有现在的文化种族 有不同的冲击之下 尤其在经历过的一个选举之下 有彼此的对移民政策有很大的分歧 尤其我们在看对一些移民处理案件 之前我记得有一个黑人BLM的运动之后 最近也发生了这个事件的对警察完全 所谓的无罪的判定 但是却并没有造成社会很大的骚动 所以说此一时彼一时 所以就很强烈的质疑说 其实我们的社会本来就是有一定的规制 去维持我们的法治 但是在政治的炒作之下 所有东西就变成是种族的对立 好那我相信这个动乱的根源就是说 所谓的政治人物在操纵这些所谓的议题 那我们反过头来 移民政策如果说今天不是政治议题 我们很关心坐下来想 我们需要多少的移民来帮助美国 移民的所谓的他们所谓的权力问题 或者所谓的人权问题 是在我们国家美国的政策里面 是排在第几个顺位的一个优先次序 我觉得所有事情都很重要 但是你所有东西都摆在台面上的时候 就没有优先次序了 我觉得美国今天最重要的是 这个怎么控制这个疾病 控制这个疫情 然后疫情为什么会这么重要 是因为它跟我们经济息息相关 美国的经济有很大的弱势的时候 造成了我们在全世界政治的影响力 我们对全世界领导的这个号召的能力 甚至我们的外交政策都是会节节挫败 是因为我们也拿不出更多的所谓的财力 去帮助我们想要帮助的一些点 所以说我觉得最重要就是 首要就是在经济 但是我们反过头来再看 移民政策是不是在这个环节上 是第一优先次序 很多人想说他们家人不能团聚很重要 是 这都很重要 每一件事情哪有一件事情不重要 但是今天我们甚至在想说 移民进来帮助美国的这个先后次序 第二件是时间点对不对 还有很多移民不只是说 有可能进来拿我们的纾困款 这种我们的检验效果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很强力的一个方式 在遏制这个我们大量印钞票 或者说纾困的钱 到这个所谓的非法移民的手上 这也是堪忧 还有有的人说我自己进来 甚至说我还可以打到疫苗 你想很多人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不平 是说我在这边缴税 我也经过很辛苦的方式 变成一个合法的移民 结果我所有的顺序居然是在很后面 那这个政府对我们的重视程度 居然没有办法让我们再超前 只是因为人权 或者其他更好的口号的这个称呼之下 让我们在缴税的过程 让我们独自在因应疫情的状况下 我们经济受到损伤的时候 我们受纾困的顺序 我们打疫苗的顺序 居然不是那么重要的时候 我相信这个其实故此之彼 我们喊了一个很好的口号 但是不要忘了 其实我们更需要照顾的是 现在在这里 每一个的所谓的美国的真正的合法移民 所以拜登的这个所谓的特色非法移民政策 听起来很好听 其实这是因为他在这个竞选当中 许下一些竞选承诺 在目前他要向某一个团体 要兑现这个竞选承诺 但是拜登的所谓特色非法移民政策 真是能够做到吗 我非常赞成Kevin讲的 美国本身就是个移民社会 我们也是移民的一份子 不过我们是合法移民 如果美国因为自己发展的 需要一千万个移民 需要两千万个移民 甚至需要一亿个移民 我想以美国的法律 有合法的移民渠道 提供给一亿个非法移民 提供给一亿个移民进入美国 但是现在 为什么非要用非法的渠道 让移民进入美国呢 这才是拜登政府 目前对内政策 最大的矛盾点 拜登真是能够做到 特色非法移民吗 我个人认为 因为他的前后矛盾 因为他的左右摇摆 拜登在四年任内 我看不到 他能够让这些非法移民 获得特色的机会 好了 今天我们 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 我们讨论拜登的政策 只能讲到对内政策 我们再找个机会 来请两位嘉宾 跟大家聊聊 拜登的对外政策 让我们看到了 拜登把美国带向何方 感谢大家收看明目张胆 当然我们要感谢两位来宾 谢谢Kevin 谢谢主持人 谢谢所有的朋友 美英兄 谢谢你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观众 批判时事解读新闻 我是张秋杰 下个礼拜同样时间 我们再见